新年初,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到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会上,发表了重要讲话,为两国关系发展,指明了前进方向。 我们会缓解广告台湾同胞,共同坚持与共识,反对台独,推动两岸关系,走近走实走好,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,向前埋警。 我们俩的目标非常清楚,多交朋友,做生意,留下良好的情感交流,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 那人呢,这个心都是肉做的,人都是情感的动物,所以我觉得情感比什么都重要。 我们在香港澳门,以及在深圳,看到每一个朋友,我们都是要抱持同样的想法,多交朋友,一个朋友就是一条路子。 第三呢,我在台湾2018年的选举,大声几呼,投票之前我就讲,我强烈支持九二共识。 这是海峡两岸的交往,定海深圳。 确定有了九二共识之后,两岸合并的交往,合并的往来,不管是文化,经济,体育,各方面的交流,能够很顺畅。 今天见到刘主任,我还是一样强生,在人面前不说假话。 我一直都坚持九二共识,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。 那见到吧。